有時候想跟公司人說的嗎 通常特定大戶大筆認購轉換債等股價一漲 就能以債換股票的方式來套利獲獻 而拉抬股價的方式 就是跟白尺桿頭聯手以收購安設局 5月31號白尺桿頭宣布 以128元收購樂生公司 樂生股價馬上大漲 但奇怪的是 股價頂多衝到115.5元 離128元還有斷差距 疑似特定大戶早就知道收購案會破局 提早倒貨 讓不知情的散戶承接 那既然你是128要收購 為什麼你在110幾塊就開始在賣股票 那為什麼要賣 公司大戶聯手炒股 投資人求助無門 要怎麼把錢討回來 有待檢調理清真相 這張西葵 謝倫林 台語報導